第310章 合体 战斗 开始吧 终于 伴随着主持人的一声大喝 史莱克战队的第四场团战正式揭开序幕 双方气息几乎都是瞬间升腾 两名大地魔牛率先前冲 手中图腾柱高高举起 同时朝着史莱克战队发起冲锋 那两名负责辅助的蓝狐妖则是紧随其后 脚步轻盈地摆动着尾巴快速前行 能够看到的是 他们的双眸之中 蓝光闪烁 显然已经在调动自己的血脉天赋 丹顶鹤腰确实窥然不动 背后一双洁白的翅膀骤然张开 是的 丹顶鹤腰会飞呀 手中看上去不起眼的常见光芒完全隐没 变成有黑色 目光森冷地凝视着武兵记 顿时令武兵记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 史莱克战队这边 程自成也是在第一时间舒展翅膀 冲上空中 其他人分别释放出自己的血脉妖神变 武兵记忆抬手 就是两枚冰针分别朝着两名大帝魔牛飞射而去 大帝魔牛不敢怠慢 潜冲过程中 手中的图腾柱直接朝着地面砸去 伴随着两声轰鸣响起 图腾柱上的符纹迸发出刺目光芒 冲击波覆盖前方大片范围 两枚冰针骤然炸裂 前端二次弹射 几乎是瞬间就钻入冲击波之中 但也就在这时 图腾柱骤然放大 挡在了冰针前方 冰元素在这一瞬似乎是褪去了光彩 两枚冰针在二次加速后的下一瞬就纷纷泯灭 正如唐三所预料的那样 这两根图腾柱竟是真的带有驱散类的能力 这种驱散不是单纯驱散元素的 而是驱散各种负面效果 也驱散能量类的攻击 没有元素剥离那么彻底 但在一定范围内瞬间阻挡还是相当不凡的 而就在这时 两道光芒已经从两名大地魔牛背后的蓝湖腰手中亮起 两道蓝光同时落在大地魔牛身上 顿时 大地魔牛身形膨胀 口中发出低沉的牛吼 一双眼睛瞬间就变成了血红色 视血 大地魔牛原本就有三米多高的身躯 直接膨胀到了超过四米 手中图腾柱高高举起 二次落下再次爆发出强烈的冲击波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 那冲击波宛如排山倒海一般 朝着史莱克战队这边冲击而来 而也就在这时 光环出现在史莱克战队脚下 下一瞬 他们已经凭空传送 消失在了原地 任由冲击波掠过 几乎在出现的下一瞬 武兵技手中就已经再次飞射出两枚冰针 直奔两名蓝狐妖飞射而去 但也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却几乎是瞬间俯冲而下 风锐无匹的剑芒迸射而出 化为一点寒星直奔武兵技刺来 剑骸味道 武兵技却有种自己已经被刺穿一般的感觉 全身瞬间汗毛颤立 时间凝滞 下扑 的身影在空中停顿了一瞬 也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悄无声息地挡在了武兵技身前 正是 唐三 唐三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多了一柄战锤 破天锤 身形旋转 一锤抡起 直奔对方砸去 叮的一声脆响 唐三身体矩阵 乱披风锤法 竟是没能衔接下去 但那扑下来的身影也是倒飞而出 身形在空中翻转一周 背后双翼张开 稳定住身形 此时 两枚冰针已经射向蓝狐妖的方向 但是 诡异的一幕就在这一刻出现了 两名蓝狐妖的身影突然变得虚幻起来 猛地向前一扑 瞬间融入到了两名大地魔牛体内 令他们头顶上方都亮起了两道蓝色光影 图腾住阵地 顿时 力量爆发之下 冰针粉碎 合体 大地魔牛在被蓝狐妖合体的状态下 原本嗜血的双眸红色瞬间被蓝色所替代 原本的疯狂味道消失了 但身体的强悍却依旧还在 看到这一幕 史莱克战队的队员们都明白 今天这一战恐怕是麻烦了 大斗兽场为了对付他们 选择出的这支剑魔战队不只是实力强悍 更重要的是针对性 剑自然是说的单顶鹤妖 而这魔却不只是大地魔牛 而是大地魔牛与蓝狐妖的合体 两名大地魔牛图腾住 在阵地之后横起 身上蓝光暴涨 速度瞬间暴增 宛如推土机一般 迅速朝着史莱克战队这边冲击而来 他们每向前奔行一步 身上的光芒就会强盛一份 推动的气流冲击波也会强盛一份 合体的状态下 两名大地魔牛分明 就是已经拥有了接近九阶的实力 而且无论是身体强度还是精神力 再无短板 唐三眉头微皱 单顶鹤腰的剑气并不是那么好挡的 挡住对方一剑 他能明显感受到 对方的剑芒之中带有很强的穿透特性 风锐的剑气钻入他体内就要肆虐 他知道今天想要战胜对手 不拿出点真本事恐怕是不行了 单顶鹤腰脸色冷漠 身形一闪就再次前冲 他没有试图绕过唐三 手中有黑长剑幻化出一片剑芒 直奔唐三覆盖而来 武兵技则是带着顾里以及天空中的橙子橙 迎上了两名大地魔牛 团战真正的考验 似乎是从这一战开始 终于到来了 武兵技脸色沉凝 脚下寒冰凝聚 一条寒冰小径已经横向铺开 当初他在第一次和唐三切磋的时候 就曾经用过这样的能力 在寒冰小径上 他的冰元素掌控会变得更强 同时还能够快速移动 修炼冰真术 不只是冰真在提升 他对于整个冰元素的掌控 也比以前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以前很多不敢想象的操控 现在几乎都能完成 顾里没有用尾锤去迎击对手 他毕竟只有六阶修为 乱披风锤法在精妙 也没办法让他六阶的体魄 去和人家的接近九阶碰撞 他在武兵技身后 眼中光芒缭绕 淡黄色的光运升起 在他身前的武兵技 身形突然变得迅击起来 独白快速朝着侧面跑去 传送阵盘再使用一次之后 是需要间隔一段时间 才能再次传送的 并不能连续使用 他作为团队中 没有正面战斗力的存在 当然是要跑远一些 空中 橙子橙的郊区 已经飞速盘旋起来 就像是一圈金轮高速旋转 金翅披风斩飞速蓄力 恐怖的冲击波 也就在这一刻临近 两头大地魔牛的横冲直撞 已经接近到了武兵技前方 就在这时 他们的身躯突然凝制了一下 有了明显的停顿 而这一下停顿 就使得他们身前继续的冲击波 略微溃散了几分 时光变 而就在这时 武兵技脚踩寒冰小径 已经迅速横移 与此同时 手中已经凝聚出了一根冰锚 冰锚闪电般飞射而出 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在停顿后的下一瞬 大地魔牛几乎就迅速恢复了行动能力 有蓝狐妖的加持 他们的精神防御力非常强 时光变也只能掌控 他们很短暂的时间 左侧的大地魔牛手中 图腾住挥舞 向冰锚砸去 但那冰锚却已经是在半空中主动炸开 爆炸力二次加速 冰针进化板 二次加速 完 作者 唐家三少 今天就让我自我介绍一下吧 是的 我是算是机器人 您所听到的是 AI技术的语音乐器 发出的声音 具体来说 是一种用神经网络构建的机器语音 英文的名称是Neural TTS 瑕疵是有的 但已被处理纠正了 现在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你还会支持我吗 如果会 就点个赞 谢谢大家 再见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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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